为了传承原名传统射箭文化记忆 并庆祝太鲁阁族正名满20周年 秀林香公所14、15号两天在水源村 夏威夷游乐园区旧址举办2024 花莲县秀林香原住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 邀集了全国的射箭好手起居一堂 展现自己的好身手 秀林香公所表示参赛组别分为团体、社会组及国庸组 小组中计有116对348人次参赛 有来自新北市、宜蘭县、台东县、高雄市 以及本县各乡村好手 15号同场较劲角逐最大的成绩 活动两天有传统年设计制作 活动大陆有制作小弓箭体验 45摊原住民创意摊位 为活动增进更多的风采 在四年前所有的赛事都是以 培训自己辖内 办理自己辖内的赛事为主要考量 所以在此真的跟各位选手说声抱歉 这几年我们也看出本乡所有的射箭选手 一直逐渐的增加 每个学校都非常重视射箭的运动 尤其参加花莲县政府办理的传统射箭比赛 也非常多的学校都一直在参赛 所以这几年的努力 不仅是公所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外 各村的村长各村的代表 还有我们部落事务组长 以及所有的族人都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传统记忆的培训 所以感谢今年适逢泰鲁阁足正名20周年 所以就扩大了今年的赛事 所以感谢来自高雄 来自新北 来自台东 来自南澳 来自宜兰 以及其他乡镇的好选手 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具备最佳的状态 赢得最大的胜利 修律相同会表示 传统设计师泰鲁阁足传统文化之一 在逐年乡镇节地推动之下 陪止了多名好手 并且在各国各项赛事下勇夺夹击 而在今年为泰鲁阁足证明 第20周年 能够体会到当年一起努力的祈劳 牧师和部落族人们 在为族群文化上复苏相当的辛劳 并且在2014年1月14号 行政院公布 台湾原住民族为第12组 让召回德鲁古荣耀自我 基督教育学院部到